樹林燈會在2月7號正式開始 由新北市長朱立倫 鎮南宮董事長許真秋 及地方名義代表共同點燈 宣告為期7天的樹林加年華燈會正式啟動 在點燈啟動前一貫例進行灑淨奇案儀式 在海明寺明光法師及各宗教法師的帶領下 上百人前程駐到 新北市長朱立倫也帶領著現場的貴賓民眾 一起向五年千歲上香一起為台灣祈福 本次燈會活動為期7天 每晚都安排地方藝文團體進行表演活動 與熱鬧的各式小吃攤位 讓樹林地區仍保有濃厚的過年氣氛 我們的定位不一樣 我們是在地由我們 在南宮 由我們海明寺 由我們副公祖 由我們國立 國社團 共同來鼓勵 這樣請我們定位的力量 大家共同來發揮 讓我們的定位 是我們自己的定位 向我們自己在地傳統的定位 樹林燈會與平溪天燈 萬里神明進港 平列為新北市元宵慶祝三大活動 每年吸引許多人朝前來參觀 除了可以欣賞不同燈幕 現場各式活動更為燈會 增添不少佳節氣氛 13日之前 民眾可以把握時間前來樹林 感受小過年的歡樂氣氛 中家新聞 吳沛山樹林報導